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一半用80毫升的开水给它泡面 一半用9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它们搅拌在一起 揉成光滑的面团 过程稍微拼软一点的面团 盖上湿布放一旁醒发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切成末备用 完装准备400克的肉馅 放在一旁备用 切几片生姜 然后切成姜末 切好的姜末放在肉馅里面 锅中加一点点植物油 油热以后放入花椒八角 把它炸出香味 让它们剪出来 把肉油浇在上面 再把肉馅调一下味 加入一勺盐 一克的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再打入一个小鸡蛋 顺时针搅拌至上进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我们切好的韭菜放进去 把肉馅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像这样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 我们把面团取出来 面团不用揉 直接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以后 下成大约每个60克左右的面戒 每个小面戒擀薄一点 取一个擀好的小面戒 包上适量的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 这样就可以了 再盖上保鲜膜松弛十分钟 取一个小面戒 撒点干粉 我们先用手轻轻地给它拍扁 再翻个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里面上一层抽油 把我们做好的饼放进去 把我们做好的饼放进去 表面再刷点油 开小火面煎 两分钟之后给它翻个面 打入翻面煎 先吃咱面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的韭菜肉馅煎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煎饼香软多汁 懒得也不硬 刚刚出锅的时候表皮有点酥脆 内馅鲜嫩多汁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比韭菜盒子要好吃 比包子要简单 冬天发面太麻烦的时候 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简单神色 这个是稍微温热的时候 特别的软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击关注 感谢支持